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利率期货 就是有国库券 是 然后还有欧洲美元等等 对 那股子期货的部分呢 股子期货的话就比如说小道琼 小SMP 然后还有欧洲篮球指数 是 之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商品期货 那商品期货的部分有哪一些 商品期货的话就包含原油期货 然后还有贵金属的期货 比如说黄金期货啊 白银期货啊等等 对 那还有就是农产品期货 农产品期货包含黄小玉 对 那很熟悉的黄小玉 对 那还有一些是软性商品 像咖啡可可这样子 对 那就国内市场来讲的话 哪一些商品的成交量会比较大一点 其实像现在的话A50是非常夯的一个商品 对 那国内交易人的就是交易的也非常的热络 对 那交易量的话现在也非常大 一天大概多少 一天的话大概就有二三十万口了 那欧元的话也是我们就是 台湾的交易人非常热爱的商品这样子 刚刚讲到商品那海外期货商品很多元 那对新手来讲越多选择对他来讲越麻烦 那你这边有没有建议投资人看他可以从哪个商品 哪一类型的商品来开始接触 海外期货的话我会比较推荐黄金或者是欧元期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其实有比较小合约规格的商品 就是微型的微型的规格的话 那其实只要大概500块美金左右 我们投资人就可以参与交易了 对 就像就是我们要入门也是从小台开始 我们从小的合约规格开始 那我们的口述就可以棒大的做 我们不会只能单口交易 对 那我们这样在进出的时候会比较灵活一点 那我知道姬萱已经在这个行业超过7年的时间 那你在职业的过程中你有看到客户他赚钱 或赔钱的一些例子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 我觉得客户有分很多种类型 有些是天才型的超盘手 那我这方面的话我就不会给他太多的一些交易的意见 因为我不想干扰他的自由意志 对 那我的客户里面有的人可能就是单日的损益都可能就是超过千万 那其实方法有非常多种 有的人可能就是用大单顺势交易 然后可能再配合选择权的部分来避嫌 那这方面的话 如果是赚钱的客户的话 其实他们设立的商品都会非常的广 那也不只做海外期货 就是早上的时候可能做国内期货 那晚上就是美盘时间的时候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再做美盘期货 那是那么多商品他们怎么去兼顾 或者是怎么去抓住那个趋势 其实我觉得交易的真理 只要你能掌握了之后 那其实整个整个世界的脉动 如果你能去了解整个布局是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 就是时时刻刻都有赚钱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客户就会主动去把握他 那很多人就是专职的交易者 所以其实24小时他如果有交易的机会 他们一定都会去抓住 所以在你刚刚分享的内容来讲的话 其实海棋的部分跟台子棋比起来 反而比台子棋更容易抓到趋势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台子棋的比较前景的市场 那他趋势比较不容易出来 那海棋的话我们商品非常多种 那有些你可以去趁他最低档的时候去介入 其实那时候相对风险也比较低一点 那只是我们活用我们的保证金 对对对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最有效率的地方 就从业人员的角色来讲 因为你每天在接触这些金融商品 那相信你有自己 绝对有自己的一个投资理财的方法 那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些分享 大家知道就是期货跟外环金的话 是属于比较风险性的资产 那所以当然我会把大部分资金 投入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 比如说保险啊外币定存啊 债券啊投资等等 要从那么多商品那你本钱也蛮 还好还好 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存钱一点 其实就是总和的保守跟投机的一个 对有点矛盾的人生这样 讲到说爱存钱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除了正规的这一些 投资理财的方式以外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休闲啊 或者是娱乐的一些 对我抒压的方式的话 对我就是休假的时候 可能就跑国外的casino那边去度假间打工 为什么说打工呢 因为其实我去那边玩21点是在算牌 对然后呢也就是要就是筹码的一些 我们推筹码的一些勇气 对然后就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期货操作上 所以你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 其实都在动脑筋 对我其实都蛮烧脑的工作 对可能就是头发可能很快就会摆了这样子 对 那最后回归到今天的主题海外期货的投资 你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提供投资人 他在风险或者在交易上的一些建议 对我觉得交易就是一门艺术 那就是不断的去试错 那我们在试错的过程之中找到说 最符合我们个性的操作方法 对因为我们一般投资人可能就会去学很多技术分析方面 或是上很多老师的课程 那不是说老师的课程就是方法这些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其实都是有用的 是每一个人走过的 就是他可能走过什么冤枉路 那你可以就是从中去汲取错误的经验 我们能尽量避开就避开 但是有些路还是要靠自己去走出来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 你要去最符合你觉得交易起来最舒服的方式来赚钱 那我觉得只要能赚钱的就是好方法 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 对因为有时候你接收太多的杂讯的时候 反而会影响到你本来的交易节奏 而且现在是全球化的一个金融市场 然后又有多元的商品 其实海外期货也好 或者说外汇保证金也好 或者是说国内的商品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 投资工具非常的多 对你如果说需要杠杆比较高 那我们当然就是走外汇保证金的部分 是对对 好今天很感谢姬萱来做那么详细的说明 那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希望 让姬萱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理财投资经验 好的 谢谢 拜拜